两天前在彭亨云顶高原发生的旅游巴士翻覆意外 因为夺走两名中国游客的性命 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交通部部长陆正福指出 调查发现失事的旅游巴士准证早在今年2月16号到期 巴士车龄更高达15年 超过了最高车龄限制 目前鲁路公共交通机构已经采取严重行动对付巴士公司 并要求对方在三天内解释 同时鲁路交通局更远引法律全面撤场 至于交通部和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召开的特别会议 陆正福提及会议将讨论一些细节 包括改进执法的标准作业程式 为了确保旅游巴士符合规矩 路交局从明天起就会在全国各地展开综合行动 检查所有经过路障的旅游巴士 陆正福提醒所有业者必须遵守当局设下的规定 包括定期检查巴士 更新执照和确保巴士没有超过车铃限制